哈囉大家好 現在 進行手動對戰已經 14連勝 然後我們要來看這一場 能不能順利的拿下 15連勝 我對面也是一個 7連勝的狀態 所以我們就來比 看誰可以拿到誰的懸賞金吧 他的懸賞金是150萬 然後我的是500萬 我們拼看看 看能不能順利的拿下 15連勝 目前我有看到就是 連勝紀錄排行榜 我目前是排在第二名 跟好像三個人並列吧 然後第一名是 18勝 也是試試看 看能不能破他的紀錄 好我們就來 進行比賽吧 對手 對手其實7連勝代表 他的狀態是蠻好的 而且 要贏有一定的難度 這個靠著對方 游擊手的15 然後我們站上了一壘 看來他 盯一壘跑者 盯得很兇啊 你看他那滑區又慢又 突然急速下墜 其實真的蠻難掌握 然後我們就盡量抓好球進攻 然後我們就盡量抓好球進攻 哇這球被吊到 現在一出局一壘三壘跑者 一出局一壘三壘跑者 有了 掌握住了 應該是可以打下第一分 可以嗎 可以順利打下了一個三壘安打 現在 1out然後三壘上有跑者 然後他派上了不死鳥 小小鍋 哇這球沒打好 這球應該是沒辦法跑 我以前有小小鍋啊 不過我把它賣掉了 現在講出局三壘有人 我們就看能不能掌握 繼續打分數 對 感覺有喔 哇打得很好 不過 進了外野手的手套 不過我們現在得到一分啊 所以還行 暫時一分領先 感覺他蠻積極進攻的喔 所以我們可以多掉一點球 所以他是一個 積極進攻的 玩家 所以我們基本上 盡量就是盡量掉他 現在要來到打擊區 現在要來到打擊區的終職無奇龍 陳傑線 這球 打到了 二壘手的手套 形成兩出局 你看現在幾乎每一球都有打 所以所以我們要 就是我們不能投在好球 投在好球的位置 因為他會繼續進攻 假如被他貓到的話會飛很遠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就是盡量投贏右球 然後又死他出榜 現在戰上打擊區的是大師兄 這球感覺有喔 哇 可惜 其實好幾球都打蠻強勁的 不過都 都在警戒區被解殺 這球應該是被解殺 沒錯 現在兩出局 一二壘上有跑者 他投的位置其實都算蠻甜的 所以我們要積極去進攻 OK 安打出現 現在兩出局 一壘上有跑者 有了 現在兩出局 一二壘上有跑者 我們近戰得點圈 看置屏能不能敲 敲出 帶有打點的安打 甚至是三分砰 哇 這球被釣到可惜了 這球被釣到可惜了 我們一樣用掉他的球 看他會不會改 然後他開始選球 這邊的話 我們就 也不要投太甜 也是繼續投贏右球 因為相信他是一個積極會出榜的人 他可能 他可能 第一球沒有被引以後 下一球他就會出榜 跟剛才的狀況很像 這裡都要我們投個好球 有了 是蘿莉的變化球 真的不好當 就是曲球啊 紫插 真的不好掌握 因為他掉的軌跡 他的幅度很大 我們丟個滑球好了 看能不能吸引他出榜 有嗎 他忍住了 再來再丟個曲球 OK順利的解決打者 現在輪到八局上半我們的進攻了 看起來太學乖了 然後投壞球 準備投球 好那我們要 認真選球 1 out 1 out 1出局 打者進入打擊區 第一球投出 打者的選球很仔細 要控制好投球的節奏 目前1壞球 投手準備 這是一個壞球 出手點好像有點跑掉了 兩壞球了 投手準備投球 哇這球其實 有被釣到 不過還是 技巧性的打出了一隻安打 現在出局1壘上有跑者 我們開正面對決 打者回空 哎呀怎麼可以錯過這個好球呢 先往一壘這邊牽制 我們要再多打一點分數 這樣會比較保險 一個好球沒有壞球 投手準備投球 有喔 其實這一球也是 他其實也是壞球 不過也 順利的打出安打 現在1出局1、2、3有跑者 然後仔細選球 因為他好球率其實沒有到很高 又一隻 可以啊 可以啊 要得分了 可以啊 我們要再多打一點分數 現在戰上打擊區的是大師兄 林智勝 應該其實贏右球投的特別多 哇 這個智勝 三分砲 我們 挑釁一下對手 然後對方也換投了 換上 王洪城 他現在應該很生氣啊 因為我挑釁他 OK安打出現 這個基本上是來不及啦 因為 已經打到其實有點 草皮後面了 OK 這一球也掌握到 關鍵的安打 還是不定 喔他看到了 可惜啊 不過我們 6比0了 有啦安打出現 雖然說現在6分領先啦 不過 我們還是不能大意 因為6分其實還是有機會可以追的 這顆被釣到 不過沒關係我們現在8局下半 我們只要防守好 就可以穩穩的收下勝利 就可以穩穩的收下勝利 這裡的話他一定會急 所以他會積極進攻 那這邊的話我們 還是一樣多丟贏右球 他本來就是一個很積極粗犯的人 然後現在落後 他會想要趕快得分 所以我們 就是還是丟贏右球 我們有6分領先嘛 所以我們不用怕 要來到打擊區的是陳品傑 你看他現在都積極進攻 所以就很好 很好 就是很好抓出局勢 我怎麼丟他怎麼打 原本前面 只有領先1分的時候 他是幾乎都 就是他有會選一下 OK 順利的抓下3個出局數 等到9局上半 我們要再多打分數 沒有人出局 打者正準備走進打擊區 要來到打擊區的是陳品傑 換上王耀靈 我們等一下也來換個打者 這球我沒有打好 這球是好球 一出局 打者即將上場打擊 第一球投出了 OK 掌握住了 是二雷安打 現在一出局 二雷上有跑者 一出局 二雷上有跑者 然後我們把柏龍大王換換掉 換代鋼上來 這邊我們發動個倒雷好了 基本上他不會抓啦 我只怕倒雷失敗而已 OK 順利的倒雷成功 兩好一塊 投手準備投球 寄出了 發布 兩好一塊 投手投球了 這是一個壞球 我這個變數球其實蠻有引誘性的 不過還是選掉 兩好兩塊 投手投球了 這球往右側的界外去而去 有了 有了 我們代鋼代打 打來一隻兩分砲 現在8比0 我們暫時領先 喔這顆掉進好球袋了 這球應該被解殺 最後可惜 沒有打好 現在兩出局啦 我們自勝看要不要再敲一隻 有了 現在兩出局2也3有跑者 我們到下一棒 泰山 我們也換代打好了 我們換 鎮兆行 看他能不能打出他的第一隻安打 OK喔 連續選了兩個壞球 有了安打出現 不過他跑太慢了 尷尬 自勝跑太慢了 這裡我們打了四五隻安打 這很尷尬啊 這邊的話我們讓蘿莉投完好了 因為有8分領先 我們讓他投完比賽 哇他這裡現在還有選球 不過我拆他下一球一定會回棒 喔也選掉了 不錯不錯 那我們投個好球 第三球投出 我拆他下一球會回來 我也丟個壞球 這球有可能好球有可能壞球 那就積極進攻了 OK順利的抓下了一出局 OK順利的抓下了一出局 一出局 打者即將上場打擊 現在要來到打擊區的是中職吳奇隆 這球應該是safe 果然 因為我們守得太後面了 不過沒關係我們 我們有8分領先 OK的 他到雷就給他到了我沒差 OK啊Double Play 我們順利的拿下了我們的第15勝 OK啊15連勝 而且賺到了150萬的獎金 我們再差兩場 就可以晉級 晉級到下一個階級 OK OK 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最多連勝排名 我們排在了第二位 15勝 然後之後也會繼續挑戰看 能不能破這個18勝的紀錄 當然 當然這些前面 那種連勝很多的啊 跟我這個不一樣 因為我這個是從 最低階的開始爬 所以基本上 贏的機會會比較大啊 因為遇到對手 不會到特別強 所以他們其實都很厲害 我只是 因為就剛好從 從頭開始爬 所以慢慢的爬上去這樣 才會那麼多連勝 不過也想挑戰看看 看能不能破紀錄啊 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按個讚 按個訂閱 也可以開個小鈴鐺 這樣才可以收到即時的發片通知喔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